有这么一位活了348岁的老道长 他自述是张三峰的八代弟子 因独门单纯的回春之处 从而可以牙齿掉了又长出 头发白了又反清 曾在峨眉山修兴200年 后绝的苦修无趣开始游戏人间 这便是重庆市 同梁区安居古城一带 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地仙 枯草清 枯草清自述 生于明末冲德睽未年 农历三月初五 足及为四川成都金塘县 拨圈子乡滴水盐村人 当时天下大乱人口锐减 张县中许起四川杀人戎马 经过数十年的兵荒马乱 蜀中瘟疫横生 死伤者不计其数 枯草清也算是生不逢时 出世不久父母便已感染瘟疫 双双去世 临终之前把刚学会走路的他 托付给了哥哥嫂子 但在当时那个缺一少时的动乱年代 像他们这种农户 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只能四处流浪 在漂泊中逃荒 要翻 后来他在一次乞讨途中 不慎与哥哥嫂子走丢 于是迷迷糊糊的上了峨眉山 被山上道观的一位好心的道长收留 做了龙门派传人的最后一个关门弟子 其实枯草清并非是师父给他起的道名 他原本没有名字 母亲将他的乳名换作枯小清 后来他年纪渐长 便自行更名为枯少清 百岁之后他最终将名字又改约为 枯草清 他的师父是峨眉山上武术最高的道长 更是对他示弱几初 在教导枯草清 龙门派内功的同时 看出他练功勤奋 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于是将一身武术与剑术 全部传授于他 自从老道长先世以后 一心向往济世度人的他 便四处漂流 脚际踏遍峨眉群山的他 在庙里还当过打坐念经的和尚 只是他对庙里的清规戒律很不习惯 便长期在世间走马观化 他曾在江南水乡替人种过田 也曾在天津一带给人割过脉 还曾跟着东北的一位木工师傅 学过木匠授意 云游死海的生活也算幽哉幽哉 只是三百余年来 他漂遍了各处名山大船 却无法真正在一处安身 因为自己曾得到老道长传授过回春之术 只要勤于修炼 便可使鹤发通言的老人 返老还童 重铸青春 可惜 老道长修得太晚了 精通回春之术的三百四十八岁老道长 曾在峨眉山修行两百年 身为张三丰第八代弟子的他 有何神通呢 据古典秘籍所在 历代道家所传养生 长寿 及回春之法具甚多 但都以师徒行事代代相传 回春术 即道家的养生内功 因其功法 原理深奥 以及各种隐喻 比喻和特有名词的废弃 因而掌握此数者凤毛麟角 甚至因战乱天在等原因 逐代失传 修成了回春之术的枯草青 觉得自己一人游戏人间 过于无趣 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于重庆 铜梁县安居镇 安居了下来 当时 铜梁镇安居镇 冠子山下 住着一户姓百的人家 自从百家老汉的脚上 长了一个大窗后 病情逐渐加重 常年四处求医都无济于世 眼看这位老汉将不久于人世 时逢 枯草青 途经此地 行医卖医 那是一天上午 原本阴阳高照的晴天 突然电闪雷鸣 顷可见 暴雨如注 一位身着灰色的长袍 留着一米长的 胡须的青瘦道人 正巧在百家屋檐下避雨 白目见状 忙招呼这位道人进屋 这便是枯草青 与百家人 结缘的开始 他看到白老汉 牧床不起 痛苦呻吟着的魔药 便顺手在灶台里 抓了一把草木灰 然后与屋檐下流下来的 雨水混合 制成一种膏状 粗在百夫的窗口上 又在他的头上和身上 按摩了几下 没想到 在窗口上的细腻干了以后 百夫的大窗 也奇迹般的痊愈了 百家上下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百夫更是为了 报答枯草青的救命之恩 请求枯草青 在家中安住下了 自此 枯草青就在新春村 落户安家了 十里八乡的村民九儿九只 都知道了这位活神仙 而他也很乐意替人 消灾解难 无论是替求人看病 还是随着百夫 一起在街头上卖艺 整天都乐呵呵的 与人交往十分随和 枯草青 尤其喜爱和小孩打交道 经常给他们辨戏法 他曾叫人 把缝衣针断成三截 含于口中 当他再把钢针 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时候 原本断成三截的钢针 已经恢复了原样 这时 他只要再把钢针和细线 同时吞入口中 咱两下就能把线 已穿进针孔里 曾在峨眉山 修行两百年的得道高人 从明末清初 一直活到民国 高瘦348岁的他 究竟有多传奇呢 枯草青 有爱在小孩子面前 大显玄通 比如从旁处 捉来几只狮子 放在地上 然后对着他们吹出口哨 狮子就会做出 各种爬行的动作 曾有一段时间 生产队的库房里 经常有老鼠光顾 农户们的粮食 屡屡被盗食 顾草青便主动提出 为民消除鼠灾 只见他用木头 雕刻了猫像模板 然后镇上墨汁 印在白纸上 将这些活灵活现的纸猫 贴在两库四周的墙上 便再也没有老鼠感靠近了 在世上活了三百多年 顾草青早就没有亲人了 只有之前 刺汗维加史 收的一种徒弟 不过他因为徒弟 也没少吃亏 一次 他的徒弟 因与人合伙抢劫 犯罪被抓了起来 托人带一封求救信给他 不料 枯草青也被当做了通谋 无辜受了一顿牢狱之灾 但是枯草青是何许然也 他在关押期间 还多次元神出鞘 在街场游荡或吃东西 直到事情最后真相大白 他平安出来 被接回家时 不同于往日神采异役的模样 他一口牙齿掉了大半 头发与胡须都十分斑斑 但他闭关半年练功后 掉了的牙齿又重新长了出来 头发也大不转轻 其实说是闭关 他也并非一直在练功 显为人知的是 道家有一种在睡梦中修行的内功 即使不做练 也能行功运气 只是枯草青在俗世中待的久了 练的也少了而已 他不计婚兴 游戏糕点之类的天使 347岁生辰时 由于几年前摔坏了一条腿 受困于百家人的八字风水 一直未遇 所以他一直未曾将此事说出 只是说自己这条腿废了 功力也大不如前 百家人听闻此言后 特地为了给枯草青庆祝生辰 打造大半三点 除了他五湖四海的弟子们外 慕名而来的祝寿者 有两千人左右 而他虽无法下地行走 但是气色红润 皮肤细腻 看起来也就五六十岁的样子 气功大师严新 也曾看望过枯草青几次 与他讨论养生之礼 以及长寿之道 但是或许是天命所归 枯草青在348岁那年 还是嫁和稀缺了 只留给当地人 无限的传说与瞎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